應該走了了吧 死人 我不吐你, 你吐我 你幹甚麼 血呀, 你打死我頭, 你死呀… 我過來 血呀… 不要以為我聽不到你 躲在那裡, 居居居居居, 又想打我 我這次和師父人打你 你現在打死我頭 大家看見了, 總之他打死我頭 死人, 是他打我才的 你別走 是他打我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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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宋狀師, 真是有事的 沒理由的 人來 大人 大人 快點找宋狀 大人, 大人, 對不起, 對不起 宋世傑有事來遲, 請你原諒 宋狀師, 到底發生甚麼事 你的頭 說起我的頭, 真可憐 大人 所以懇請大人 在審訊梅理留這件案子之前 無論如何為小人的頭討回公道 我要撞告犬儀的老師鄧正鋒 他在我趕赴公堂的途中 伏擊本壯師 用木棍勾穿了我的頭 令我幾乎想不到你公堂的大人 好, 宋狀師 本官就先替你審理此案 人來 是 把鄧正鋒帶上公堂 是, 大人 楊岸 楊岸 怎麼被人打成這樣 跪下 晚生鄧正鋒叩見大人 大膽刁民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蓄意勾打雙人 到底所謂何事 趕快重實招來 大人, 冤枉 是宋世傑多番襲擊晚生 這些面上的傷痕 全是宋世傑一手造成 他還說見晚生一次就大一次 剛才在大街之上 我看見他鬼鬼祟祟 一定是想襲擊晚生 所以先行動手 如果不是受傷的 就是晚生的了 請大人明察 宋世傑 鄧正鋒所言是否屬實 趕快詳細道來, 不得狡辯 大人 這個, 犬兒的所謂老師 在這裡疏擺我家人 特別是我老婆 把我書房的東西全都丟出街 犬兒只有七歲 他就教犬兒練任司檔詞 最近又疏擺我老婆 離家我們夫妻感情 以前我老婆對我都千依百順 現在有很多人都打我 弄得我有家歸不得 你說這些所謂的讀書人 是否值得打 那真是值得打 宋世傑 賢澤, 你就是承認蓄意勾打鄧正鋒 當然了 看見的樣子也想打他 不過大人, 過去是過去的事 這次我沒有打他 我還刻意避開他 但是他又不一樣了 就是把他打我 他剛才也承認了打人 上次我打你, 你不告我是你死蠢 這次你拼我的頭 我就告到你監得錯 大人, 請你馬上自他罪 宋老師, 這真是你不對 你強辭奪你的 甚麼? 是呀 這真是你不對 大人冤枉 小人只是先下手為強, 自衛還手 宋世傑, 先前是你蓄意傷人 這次鄧正鋒打你 完全是出於自衛 絕對情有可原 相反地, 你蓄意打人 還強辭奪你 枉利明滿天下第一訟師 簡直可恥 大人 那你就是自衛打人的鄧正鋒沒有罪 反而被人打的宋世傑就有罪了 鄧正鋒, 本官念在你 是受到宋世傑多番勾打恐嚇 所以才會自衛還擊 本官現在判你, 無罪釋放 謝大人... 大人 宋世傑, 你還想狡辯? 大人, 宋世傑不是想狡辯 我想說大人英明 既然大人已經判了自衛傷人的鄧正鋒無罪 請大人馬上判自衛殺人的梅麗良無罪釋放 宋世傑, 你說梅麗良殺楚兒游 是出於自衛 但事發當日在梅麗良身上 並無任何嚴重傷痕 那你怎麼證明她是受到傷害的情況下 所以殺人 很簡單, 大人 只要你傳召梅麗良共事的夜鄉舖 她的隔離輪舍, 酒樓伙計 甚至乎打鐵舖的老闆 自然就一清二楚了 好 文婦如香, 叩見大人 麗良真是好人 至於那個楚兒牛真是壞人 又爛賭了 不時來問麗良拿錢 一沒錢給她就拳打腳踢了 我記得有一次 麗良, 麗良, 你怎麼樣 又被那個壞人打到你這樣 好嗎 你傷成就不要做了 真是不明白你的人 怎麼忍她呢 那些簡直也不是人 你再這樣忍下去 早晚會打死你 那些人 那次麗良暈了十天十夜 不省人事 我們以為她沒救了 誰知道她的命硬 後來又醒了 大人, 余香已經說得很清楚 梅麗良嫁了給楚宜牛這麼多年 一直以來飽受折磨 不過這些只是小部分 又有更多令人發指的事 請大人馬上傳召另一位證人 就是酒樓伙計張三 傳張三 張三, 你可不可以告訴大人 你是不是見過楚宜牛在酒樓 因為欠債被人打呢 是呀, 我還記得很清楚 那天就是這樣的 何時有錢還 我真的沒錢, 大哥 我有錢真的還給你的 你欠人錢了這麼大聲 你真是不見棺材報案 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別打 是有錢還的 我死了, 死了, 死了 你再給你兩個限期, 大哥 我現在再給你三個限期 要你到時候沒錢還的 你買定棺材 走 大人, 根據張三的口供 楚宜牛應該三天之內還清所有債務 但他身無昏迷, 怎麼還呢 不如這樣, 我們傳召另一位證人 就是梅麗娘的鄰居霍士 傳霍士 在楚宜牛被殺之前一兩天 你有沒有聽到他們家裡有甚麼爭吵的聲音呢 有, 那天他們家裡很吵 原來那個楚宜牛和麗娘就打起膠上來 我們這麼久都沒見過麗娘這麼激動 當然沒得到他了, 我就要他這麼多年了 我現在把他賣去的寄宇都當還債 沒事的, 你知道了嗎 你別妨礙了, 妨礙了, 妨礙了 你還是這樣, 我一定會有鬼 走得好看, 走不走 走得好看, 走不走, 我打得好 太好了, 妨礙了 這麼多年來, 我們沒見過麗娘這麼反抗 這次完全是為了女兒 大人, 很明顯 楚宜牛為了把自己的女兒楚楚 賣去妓院還債, 她已經不惜一切 甚至說過要殺死她的妻子梅麗娘 而案發當日, 她的確去市集買了一把刀 我們可以傳召打鐵寶的老闆李四問話 全李四 你曾經跟我說過 你是楚宜牛被殺當日 曾經去你的店買過一把刀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是啊, 那天楚宜牛她很開心 走來我打鐵寶, 說要買一把刀 有錢就拿去賭吧 買一把刀幹甚麼 我想買就買的 有錢的 幹甚麼, 不做我的生意嗎 想買甚麼刀 甚麼刀都行, 最重要是你 我來選吧 看她這次壞事還阻不阻我發達 對不對 就這把吧 大人 我們聽過這麼多證人的證供 我想大家對於梅麗娘殺死楚宜牛這件案的前因都應該很清楚 我吧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刻subscribe 歡樂APM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記得subscribe吧